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权友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第十届中国交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太极拳名人名家大讲堂活动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高梅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 太极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武术的精粹 近年来交作作为中国武术协会命名的太极圣地 中国武术太极拳发源地 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 围绕建设世界太极城的目标 在全世界推广和宣传太极文化 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学习了解太极拳的历史发展 还有它的骑恋技法 在一赛一节期间大会组织了各大流派的太极拳名家 和太极拳世界冠军进行义务讲座 与大家共同交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一起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陈氏太极名家 陈正雷老师 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正雷老师 陈正雷老师呢 1949年5月份出生河南省交错市温县陈家沟村人 陈氏十九市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中国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武术九段 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曾任河南省人大代表交错市政协委员 河南省武术管理中心副主任 现任河南省武术协会顾问 河南省太极拳协会执行主席 温县武术协会名誉主席 那今天呢 陈正雷老师将会以如何练好太极拳为题 和我们带来一场现场难得的一对一的现场教学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再次有请陈正雷老师 好 好 我们请陈正雷老师开讲 好的 各位朋友 各位全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 交作参加一赛一节的活动 我在讲之前 我想了解一下 上一届在这里听过我讲课的 请举手 好 三分之一 因为上一次我讲课的题目是 陈氏太极拳的放松与发劲 这次呢 我带来的题目是如何练好太极拳 如何练好太极拳 有些老师在书上写的 我们有些老师去下转 对我 是说 我们在旁边的 如果不是今天有一个转的 如果我们在书上写的 包括写的 我们在书上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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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袜 都系统的安排了 讲课 给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下边 是咱们互动提提问题 20分钟时间 然后他们电视台 还有做采访 所以时间很紧 也不能 敞开的给大家讲 只能按照他这个时间 来 讲一些 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何练好太极拳 这仅仅是个题目 下边它分几个内容 第一个 叫五星 第二个是三要素 三要素就具备三个条件 第三个是一认识 要对太极拳的理解和认识 逃避 为什么这样练 太极拳为什么是慢慢地练 为什么叫太极拳 为什么这样练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应该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第四个 就是在 学好 懂得了这些 理义 理解和 明白了 这些权力 为什么这样练的道理 然后要 然后要 怎么去练习 要分三个过程 通过这三个过程 你才能 进入 真正进入 太极之门 就讲这几个方面的 因为太极拳理论 博大精深 在这一个小时内 不可能把全部都解释清楚 那下面 就首先讲一个 五心 要想 我们家传的权力讲 要想学好太极拳 首先 要学理 明理 道理要明白 这理不明 言明思 路不清 仿良游 理明路清了 在家终日 欠欠之功 进而不止 日久自道 这是 我们十六师祖 陈欣的图画讲义四卷上 是这样讲的 讲这个五心 第一个 要静心 也是 学权须知里面讲的 学权者 首先 首先要抱着一种静扬的心 如果你 没有静心 到外卖私有 内卖身心 就好像我们很通俗的一句话讲 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你首先要尊重 你首先要尊重别人 外卖私有 内卖身心 在书画讲 在欠则欠 要虚心学习 欠受益 你谦虚了 才能受益 所以对你的身心健康 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所以叫 你如果没有静心 有外卖私有 内卖身心 对你 这个 价人待悟 和虚心学习 都有影响 所以这个静心 是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叫 信心 相信自己 要有自信心 相信老师 相信 你学习的这个专业 这样子 才能把 学得进去 才能真心的去 专业 树立这个 自信心 有了信心 第三个叫 觉心 要下定决心 看准目标了 要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只是有这个 觉心 第四个 叫 恒心 持自一行 勤学苦练的精神 太极拳 它不是 其他行业 通过三五个月的 培训 都可以持正上岗了 太极拳 没有三到五年时间 可能连门都不入 而不是 光学会一个套路 而不是光学会一个套路 光会一个套路 那是皮毛 不知道太极拳 真正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说要有一个持自一行 勤学苦练的精神 所以在陈架沟 在过去 要想学权 老师到那里 就给你摆一个 还原装 就让你先占三个月的装 看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你就不能沉心静气 受炼思想 有这个恒心一力 处理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 那你也浪费时间 老师也浪费时间 他就叫入门铁 先占三个月的装 然后 一天 一个星期 可能就教你一个动作 一天就反复地多练 什么时间 你把这一个动作 练好了 老师看过影 然后再往下再教你一个 我说过去 三年了 连一个套路都学不完 现在 三天都要学一个套路 现在人都聪明 三天都能学一个套路 所以这个质量不一样的 第五个是耐心 耐不住性子 急躁的人 学不了太极拳 但是 你真正 下决心要想学习了 太极拳能改变你的性格 可以把你那个烦躁 浮躁 急躁 的心态 给你安静下来 所以太极拳 你真正入进去了 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为啥说太极拳 它能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是 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 第二个是防身自慰 防身自慰 积极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和谐的作用 现在国家要求全国和谐 社会和谐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练了太极 有了耐心 有了恒心 一个小家庭和谐了 家里边的不稳定 那就是夫妻两个之间的问题 而一个性格暴躁 在外边遇到困难 喝点酒回家光早餐 光给老婆吵架 然后对孩子们有影响吗 所以说 通过太极拳的练习 你这个心态平静下来了 浮躁的心沉下来了 然后急躁的性格磨练下来了 那你这小家庭不就和谐了 每个小家庭都和谐了 走向社会 那大社会都和谐了 所以太极拳正好复合我们国家的决策 和谐社会 是非常好的一项 健身运动和和谐运动 这是树立这个五心 三要素是啥呢 就是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私资 私资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 老师是干啥呢 是传道 是传道 授业 解惑自名思 名 是明摆的名 不是有名的名 现在有名的老师太多了 现在网络社会 打几次比赛 奖状奖杯 往网上一赛 然后写几篇文章 然后知道的人多了 就是名人了 明摆的老师 真正对这个专业 明明白白 能把任何问题 都能解答清楚 而且人品非常好 有奉献精神 从不保守 充长相受 然后第三个 必须得有一套 规范的教学模式 而不是基于求成 很多老师 在过去 我在体育局武馆中心 那时候还叫武术馆 我抓社会武术和气功 在八九十年代 气功最流行的时候 那些气功老师的宣传册 也可能你们都看到过 他说 你跟我学习 三天让你打通小周天 一星期打通大周天 因为我 我练太极拳 从八岁开始练 今年七十一岁了 练了六十多年 二十岁开始教学 教太极拳 教学院教了五十年了 我练多长时间 才打通大小周天呢 八岁开始练 我到三十岁 才打通了大小周天 而不是他们讲的 三天都小周天 一星期大周天 因为我抓气功 在河南有四十七种气功 四十七种气功的 创死人 这个领头人 我经常跟他们开会 我说 你给我讲一下 你这三天打通小周天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感觉 大周天通了 是什么感觉 他在我面前 他不敢说假话的 他说老师 你是那家 你是那行 其实我们说的 都是一种虚拟式的 什么叫虚拟式的 就好比 我在这讲座 我说大家都站好 意念如尽 全心静气 这个牙齿嘴唇微合 时间抵住善额 然后思想 这种思想要听我讲解 我用语言来引导 然后我说 现在你的气 到什么地方了 到什么地方了 然后他就是用这种 语言的引导方式 让你的意念就想 想 想 想想想 可能有一点感觉 一出这屋门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受这个 环境和语言的引导 所以他才有了一点感觉 真正一厉害老师 一走出门 你啥都感觉都没有了 所以咱太极拳 不一样的 它是一种科学的 后边我再讲 为什么叫太极拳 非常符合人体 生理规律 科学的练功方法 通过的这种螺旋 缠绕 缠死静的练习 然后让你连绵不断 所以这叫 没有平面 没有直线 没有抽持自行 没有提拔自意 没有断序处 没有偷挖处 为什么叫 周身相随 连绵不断 这就像 你看 缠来咬去的 它 除此气血循环 让你尽快地 打通嫩气 时间长久了 嫩气饱满了 它才能真正地 打通大小中心 而不是用语言引导的 所以这个 找一个好的老师 你才能少走弯路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 没有绝境 没有捷径 没有诀窍 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告诉你一套正确的练功方法 不要误入歧途 让你少走弯路 这就是诀窍 捷径 不要想似非非 受这个金庸小说 侠这个影视剧的影响 今天遇到名思 给你一发光 明天就成了武林高手大师了 都是假的 虚拟的 所以说要找到一个 传道授业解惑的名思 明摆的老师 然后引导你少走弯路 这就对了 第二个是天资 天资就是你 自身的聪明程度 天资聪明 模仿力强 接受能力强 我一看就会 这种人 往往是聪明 反备聪明物 看是聪明 一看就会了 哎呀 这这么简单 我会了 那叫 心明 我们老祖先 讲的是 三个 三个阶段 五层功夫 书上你们可能都 看过 有招熟到懂静 由懂静 而接起神明 是三个阶段 然后在我们陈架构 还有 五层功夫 五种表现 然后我通过练习 在我的感受 在我的感受上 我把它总结为 有心明 体明 和神明 聪明的人 是啥呢 往往都是心明 心知肚明 眼高手机 我看明白了 也理解了 我也知道怎么做了 真正这样的一下场 不是那回事 叫 心知肚明 眼高手机 这都是聪明人 要表现的 如果 这个聪明人 再加上第三个条件 私自 天自 加苦练 持之一行 勤学苦练的精神 如果你 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那你很快 都进步很快 长技很快 长功又很快 又在听老师的话 又聪明 接受能力又强 然后又能吃苦 刻苦练功 这就是说 你要具备这三个条件 不是光学太极拳 学啥都种 哪一行 只要遇到 明思 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 再加上 吃苦耐劳的精神 你说你干啥不成功 不是光学太极拳 什么都行 那咱 在前边是 五心三要素 记住了吗 下边咱都讲一认识 这个认识 我讲这都是大道理 不光是光子太极拳 你干哪一行 你对这一行都不明白 不了解 那不是糊里糊涂的 所以在你 没有学之前 你就要搞明白 要认识清楚 认识清楚啥呢 为什么叫太极拳 为什么要这样练呢 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些道理不是应该明白吗 那咱先讲一下 什么叫太极拳 什么叫太极拳 要是敞开讲 首先我要跟你介绍 什么叫太极 太极是啥 是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那民族文化是啥 就是太极文化 太极两个字是文化 而不是拳 也不是武术 现在都是太极 太极把拳子都不要了 太极和太极拳是两回事 不能一律同看 太极是啥 就是阳气声音 阴气声阳 阴阳转换的原理 是在老祖先福西市 六千年前 观天象茶地里 走到了我们温县城南三公里 立陈架沟八公里的 河土洛书 这个地方 有黄河与洛河交汇处 才发现了这个大自然的景观 一个大漩涡 这个大自然的景观 它就产生了一种思维 就创出了叫先天太极八卦 又传到了三千年左右的时候 周文王 被阴昼王囚在安阳的旧里 六年 他在先天太极八卦图的基础上 又进行研究 又定了 他把八卦方位有一点变化 所以把那个叫后天太极八卦图 也叫文王八卦图 也叫周易 周易是周文王研究的易经 他叫周易 易经是整个一个整体的 五大经之首 所有中国的传统 传统的技术技艺 任何事情 从音乐 歌唱 绘画 这个兵法 等等等等 医学 美学 包括太极学 武术 包括行医八卦 太极 各种武术 都是这种 阴阳转换的原理 所产生的 所以太极文化 它分 先天和后天 然后加上五行 八卦 叫十三世 太极文化 阴阳哲理 它讲 阳气生音 阴气生养 阴阳转换的原理 并不是现在 有些人讲的 太极是一个西瓜 中间一切 这一边送给爹 那边送给妈 所以说 为啥中间 它来一个S型的 所以 都不是 像 像这白天晚上 它是一下都黑了 一下都明了 都是逐步的 慢慢地来 所以咱 咱的老前辈 咱的老祖先 是非常聪明的 过去 又没有维星 又没有什么望远镜 它能把这个 大自然的循环 分得那么清楚 一年三百六十天 分四季 又是二十四节 又是十二时辰 但是现在根据 整个科学发达了 那谁也破坏不了 这个规律 这都是咱老祖先 聪明之处 所以根据这个 这种阴阳转换原理 我们的先祖 在家传全树的基础上 依据 易经的阴阳学 和中医的经络学 和导引土纳树 综合性的 创造了一套 具有阴阳性质 刚如相继 快慢相间 舒展大方 连绵不断的风格特点 以及 复合 人体的生理规律 人体的生理规律 和大自然的运转规律 的全树运动 所以它定名为 太极拳 太极是理论 是文化指导 然后这一套 练功的方法 完全复合 阳气声音 阴气声扬 阴阳转换的原理 的方法 所以叫太极拳 它就是太极拳 名称的来源 而且有人还 疑问了 陈家沟那么偏僻的 一个乡村 它怎么能创造出 这么高养文明 高尚的泉种 我说 要想了解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到陈家沟 实际考察 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地理位置 人文景观 历史背景 了解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 北靠太行 南岭黄河 然后据 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 发祥地 和土洛书 产生的地方 只有八公里 陈家沟吞的南边 就是黄河古道 黄河古道 过去是干啥的 古战场 打仗的地方 兵家 逼曾之地 你想 在这个氛围里边 又受这个文化的熏陶 又在古战场边 边缘生活 有不练武的吗 怎么保家为国 怎么 保卫自己 所以 全五线的风气 早已在那里 扎根了 然后又受了 这个太极文化的影响 像我们交作地区 过去叫淮庆府 又叫淮川 什么叫淮川 北边是太行南 边是黄河 到了小浪迪水库 太行三个黄河 交叉到一起了 这不是一个牛角川吗 东边 是金光铁路 到新乡 新乡金光铁路 这以西 就是一个 牛角川 这个牛角川 你别小看到 人节地灵 名手废出 都知道 两千多年前 三国时期 唯有能给诸葛亮 抗衡的是谁呀 司马懿 司马懿就是我们温县人 安洛在的 两千多年前 他们家都是朝中的官宦人家 祖孙三代都在朝中做官 唐宋八大名家之首韩玉 利我们陈家沟 只有三十里地 然后咱们教做的 还有李商银 朱在玉 朱在玉是 索纳创始人 音乐创始人 李商银 徐胜 都是咱教做的 还有朱林七贤 都在这一票活动 这都是我们 这个牛角川的 历史名人 所以你要了解这些历史 地理位置 那就是 太极文化发源地 立陈家沟八公里 村的南边 就是黄河古道 武战产 打仗的地方 所以修权武械的风气 早就很重 所以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 人文景观 和地理位置以后 那你就不会再提出疑议了 那陈家沟创出这个太极权 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为啥将 让它复合在家传权术的基础上 依据易经的阴阳学 就是太极文化 中医的经络学 和导引吐纳 导引吐纳就是 现在所讲的气功 就太极权本身就是一个 高级气功 是内功权 内加权 最重要的就是练气的 没有气还叫太极吗 还叫内加权吗 你要练三年都没有气感 那是空架子 那叫白练 叫太极操 那都不叫太极权 为啥太极权讲 希望不要录啊 不要录 不要录 现在一录你放在网上 这家伙正在 就谈谈到别人都不行 就是你行 听到了没有 不要录了 因为我以前讲话 我也是讲了 我说 我并不是说 他们 我说 我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练三年 练不到内气 那就不叫太极权 叫太极操 所以后来他们就在网上说 陈镇为啥 公元里边都是练太极操的 你说这个 这个东西 你怎么就 它就 断章取义 你不管练什么拳 不管练哪家拳 你只要能得到气感 那都叫太极权 如果三年还找不到气感 那还叫太极权吗 所以为啥 太极讲 太极十年不出门 它意思就是 要有耐心 持字一横 勤学苦练 要耐住性子 磨练 真正把你的气都 灌通了 有了气感 然后那才能真正代表太极权 而不是你就学会个套路 那就是代表太极权 我是摸摸摸老师的弟子 光要个空名不行的 所以这个 这是太极权名称的来源 为啥要这样练 太极权为啥 大家都知道 周身放松 缓慢柔和 平稳舒展 连绵不断 为啥要这样练 这样练就是 松柔慢 是太极权 练功的 独特的方法与手段 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松而松 慢而慢 柔而柔 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 让你尽快地疏通经络 引动内气 使内气充实壮大 饱满 然后才能逐步 打通大小中间 是这个目的 如果练三年 你还没有任何感觉 那怎么能充实内气 怎么能打通大小中间 就说明你的方法有问题 然后这个目的行为要知道了 为什么这样练 那我下边我就 开始讲三个过程 通过这三个过程 你都能认真意地做到了 那肯定能进入太极殿堂 享受太极的魅力 那下边都讲第一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叫 以外形 引动内气的过程 这个过程 从你第一天 开始学动作开始 跟着老师可能几个月 挖着一套套路学完了 从你那个时候起 都叫 在练外形 然后通过每天 一个动作 两个动作 通过几个月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把这个套路学完了 学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套路熟练的过程 学姿势 学动作 然后套路熟练 在套路熟练过程中 那你就是套路熟练了 不加思索 不犯疑 不要再考虑 这个动作 那个动作了 有了一种 连绵不断的感觉 在这种感觉中 连绵不断的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第一步的感觉 在手上 在往外开 放松下沉 或者你望里河 小子领静 大子河 然后在这个运行过程中 这个手指 在连绵不断的过程中 如果你这样做 这样做 肯定找不到感觉 为什么叫 不丢不顶 无果不及 连绵 远传自如 连绵不断的这种感觉 那你才能找到 这种手指发麻 发胀 手指发麻 发胀 然后慢慢地 才感觉到手心发热 这是内气 在体内的 初步表现 不管练什么拳 不管练什么拳 只要手上有麻 胀热的感觉 那就是 内气在体内的初步表现 已经有了这种表现了 有了这个表现 就内气已经产生了 但是 它 它比较薄弱 可能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叫死有死物 互隐互现 但是 下一步要 纠正动作 调整身法 做到 一动全动 连绵不断 以身两手 身不动 手不动 以腰脊为主 节节贯穿 用这种方法来 引导你练习的时候 它 要 让它这种感觉 连绵不断 不丢 不丢 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那它才能把这个 镜才能连贯起来 在第二个过程 叫 内外结合的过程 有了这个气感了 然后再 让这种感觉连绵不断 再调整身法 大到周身放松 一动全动 连绵不断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感受 外形与内气 怎么相机的结合起来 叫内外结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 那就 不是个套路熟练的问题 就让你腾出思想 因为套路都很 不用不加思索 不犯一意的套路都可以 很熟练地记下来了 下一步就应该注意的是 周身放松 调整身法 一动全动 周身相随 以身灵手 身不动 手不动 以腰际为轴 节节贯穿 让你体会这些东西 而不是还要保持在那种 记套路的 那个过程 所以这第二个过程 那就是要细心地琢磨 要从上倒下 每一招每一世都要细心琢磨 有一处琢磨不到 和气机转管不灵 所以给你放松 柔和缓慢 给你慢 就是给你时间 让你好好的体会 好好的感觉 好好的找问题 找到你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慢 放松 柔和缓慢 就是起这样的作用 这一步到第二步 第二个过程 它气的表现在哪里 在丹田 慢慢 你内气与外形结合了 你这气就存在丹田 丹田是气的仓库 然后你这个小腹部位 逐步有沉重 饱满 膨胀的感觉 有这种感觉的请举手 对 这一步 这一步都又不容易了 很少人 丹田有 膨胀 饱满 沉重的感觉 有了这个感觉 那才叫小周天打通了 就人多二脉打通了 一呼一吸 吸气 脱脉上升 呼气 人脉下降 这叫小周天打通 然后这个 再加一步 更深的去练习和下功夫 然后让你 丹田的气 要充实壮大 饱满 充实壮大 饱满 它才能渗透 那小周天 它不好过的关 是预诊关 就后脑勺 后脑勺这个地方 是毛细血管 非常薄弱的地方 没有充足的内气 它是充不过去的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 我抓气功的时候 很多气功练习者 都出现了这个 走火入魔 气冲大脑 失眠 睡不着觉 出现这种现象 那也就是受了老师的误导 没有内力 没有内在的东西 光空想 老师也跟他讲过 说人一度二脉 打通 是最难过的关 预诊关 他就很提气 提气 然后往上冲 然后关着门自己练 然后有时候家里的 鸡飞毛跳 把他的碗 水壶 也打破了 一受惊吓 气冲大脑 很长很长 几个月睡不着觉 遇到了很多这样的 走火入魔的 所以在太极拳 老师的引导 从来没有告诉你 我让你几天打痛什么 几天打入什么 是完全靠你自身的 这种正确的练功方法 然后让你的内气 不断地充实壮大 自然而然的 然后它就冲了 所以你 三天没有 沉重饱满的感觉 那你说明 你的内气不够 不充足 根本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 所以这个 必须有 丹田有充足 饱满的内气以后 它首先是 把小周天打痛 然后大周天打痛 是什么感觉呢 要下到脚上 你别看你天天 这行 走路跑步 脚都在地上站着 你不练功的人 都是感觉到 头中脚轻跟地前 老感觉到站不稳 其实都是 横气填胸 这气都在上面 根本都没有下到脚上 所以它 气要能下到脚上 为啥放到第三步 那就是 你丹田充足的内气 然后不断地渗透 过息 它才能下到脚上 息关节这点 也是很不容易过的 这个 也是毛细血管 比较薄弱的地方 然后边 伟中血 这个地方 还有点 这个肉啊 静落 瘸味啊 你看前边 都是骨头 它不容易下去 所以就像你吹那个气球一样 或者叫葫芦气球 你前边这气不足 能冲到前边吗 后边的气不足 能冲不到前边 所以这里的气充足了 然后逐步的渗透 过息 才能下到脚上 降于涌泉 才能抓到脚子脚飞脚后跟 全部贴在地上 都是贴在地上的 所以说太极拳 你突破了这三个阶段 它才有落地森根 利罪千斤的感觉 为啥很多老师 练到那种程度 你十个二十个人 都推不动 那就是利罪千斤 落地森根 下盘稳固 上肢清零自然 叫第三步 叫以内催外的过程 以内气来催动外形 叫以液倒气 以气运身 气到了 外形是随气而动 气不到 外形是激染不动 这就是第三个过程 第二是内外结合 第三是以内催外 通过这三个反复的过程练习 这真正气都打通了 真正下头脚上降于泳拳 你看上边百慧 劳工泳拳 一呼一吸 它都有感觉 这真正气都打通了 这才叫打通了大周天 这才叫打通了大周天 大周天打通以后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练习 然后让这些气 充足饱满 然后一动全动 周身相随 一呼一吸都在配合 不光这几个大的穴位 真正通了以后 整个毛细血孔 都是跟着在扩张收缩 扩张收缩 所以为啥它叫清劲 一接触皮肤它就知道 你的轻重吃福来龙去脉 叫触觉的清劲 而不是耳朵的清劲 所以通过这三个过程 你突破了 我们太习圈五层功夫的第三层 第三层功夫 那还有 这就好像 你上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 为啥上面 本科生能当教授吗 当不了 还有研究生博士生 然后通过时间与理论的结合 那才能当专家教授 所以太极圈没有十年 你能达到这些警戒吗 所以要 希望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 要耐心的 要树立一个 持之一横勤学苦练的精神 磨练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 有了这种精神和意志 除了太极圈 你干啥都行 今天这个一个小时时间 要到了 在下面 在下面都进行第二个层面 互动阶段 互动阶段 来 尊敬的老师 你好 刚才听了你的讲课 我们受益非浅 领加了很多有些不明白的道理 就是随着时间那个练习 就是随着时间那个练习 像三五年练习的架势 我写的论文 就是论禅思静 专门是一堂课 论刚柔 论禅思静 论发劲 论这个 周深各部位的规矩要求 论这个 学习城市太野拳的方法与步骤 这都是一节课 而不是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 那我今天既然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禅思静 他在人体 他分大禅小禅 左禅右禅 上禅下禅内禅外禅 这个逆禅顺禅 等等等等 周深无处不是圈 周深无处不是圈 周深无处不旋转 所以我就从这个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 这个当的移动 你看 他在做这个螺旋缠绕的时候 这个当 他不是这样子左右摆动 他要求是当走后弧线 这样走一个平行的八字 在国外就是叫S型 就是这一个平行的八字 通过当走后弧线 移动重心 然后到这以后 这手还没到怎么办 松跨转腰 松跨转腰 就像我们汽车挂挡一样 这光当一松跨 这挡换过来了 然后唰的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这个手还不到 那再松跨转腰 但是转腰它都有标准的 这个肘不能过这个 这个侧面的这个横线 所以两个手在身体的左右两侧 是通过重心的移动 松跨转腰 来带动手臂 在胸前做睡逆蝉死的螺旋运动 它并不是这样在动的 这样动就要局部动 肢体动 完全都是先移重心 松跨转腰 再移重心 松跨转腰 用身体的重心移动 松跨转腰 再动手臂动 所以叫以身灵手 而是太习圈讲的 在手上 上肢叫旋腕转肩 旋腕转肩 中节叫旋腰转胯 下节叫旋怀转膝 整个形成一个 从上到下一个空间的 曲线螺旋运动 它没有平面 没有直线 没有抽扯自行 没有提拔自意 没有断续除 没有脱腕 浑染一圆方位合格 这就是陈氏太极拳 对周深各部位的要求 你真正要按照这种方法 全部做到了 那很快就能找到那种气感 好 潭丝镜它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粗糙气血循环 让你尽早的疏通经络 引动内气 就是这种螺旋缠绕 就是这种螺旋缠绕 而且我讲了 因为今天不能敞开讲 它对 它的健身作用 和身体的五大系统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和肌肉骨骨 和肌肉骨骨 这个都是这螺旋缠绕 这个功能是分不开的 好吧 谁还有 用这个 你好 我现在练拳 感觉到股肉非离 这个感觉对不对 股肉非离 好家伙 那你练到神明阶段了 不是 这时候在做蚕丝的时候 就感到这个股肉非离 感到皮毛 特别感应 特别厉害 跟别人搭手 0米度 我这个印象是对不对 对啊 我就说你已经搭到神明阶段了 很好的 股肉分离 股肉分离 皮毛都有感觉了 那不是都是神明阶段 很好 好 陈老师好 那个 我是学习咱尘尸太极圈了 我想请问一下 咱要禅师的时候 那个气感不是也在禅师是吧 好的 这个问题很普及 也可能很多人在外边 造成是太极圈的舆论 是什么 震脚穿蹦跳跃 震脚乏力 把关节震坏了 把内脏都震坏了 所以我们从八岁练 练到现在也没有感觉到 霸蚕震坏了 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关节痛 是你的方法 角度 位置 不对 错误 才引起了你的关节痛 而并不是太极圈的问题 我要抢 加罪于太极圈 为啥 它这个复合 你像 这个膝关节 它虽然有一个碗 这个包住的 因为其实它 它在旋转的时候 角度你不要太大了 有些它都把它搞得太大了以后 它肯定受这个磨续 你看它要求在 你实腿也好 虚腿也好 它都有正确的要求 你看这个实腿 实腿在这儿 它要求是 小腿要竖直 膝盖与脚跟上下对照 你很多人练习 这个膝盖 它不是往前摘 就是往里跪 或者是往外撇 你说这不是 角度 位置 方法的问题 那不是太极圈的问题 只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给你端端正正的 挖着摆到位 他怎么会受伤呢 而且 可能是前边 没有做好热身活动 像我们这个体系 第一步 关键活动 热身运动 第二步 螺旋缠绕 五种缠丝法 再加上五种步法 配合起来练习 第三步 再战装 踩踩气 然后再去练功 他怎么能受伤呢 你不做这些准备活动 叫运动寻伤 有很多 所有的体育 运动员 在参加比赛也好 在训练之前 都有热身运动 如果你不做这些热身运动 它就会产生 叫运动寻伤 再一个 为啥我一开始讲的 就是明思 明摆的老师 指导你一种 正确的方法 它就 避免了很多事情的产生 它不是太极权的问题 也不是阵脚的问题 我再讲一下阵脚 阵脚 这个陈氏太极权的正脚 它不是这样用力的去跺脚 它讲的是松和弹抖 提腿 提起来是提膝 提腿提起来以后 正脚就好像 拿块一块砖头石头 手一松 趴上掉下去 而不是这样用力的跺脚 你跺脚一百多斤 压在这个膝盖上 那些半圆板软骨能受得了吗 它是 理论叫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苗 你看这个右腿 大 是顿脚了 它是须部 它是须部 重心在这里 我经常跟他们比喻 你们到工厂里边看过那个空气锤吗 空气锤 太极权的发力 这一脚都是这种感觉 啪 啪 起来了 它不是死往下一样的 它是一种松和弹曲的 弹抖劲 像这发力 啪 啪 啪 一种非常灵活的松和弹抖劲 它乱是不是用力去压它 那个 就是 振脚也好 这个姿势动作的摆布也好 一定要方法正确到位 它就避免了这个 这关节疼痛 好不好 好 陈老师您好 我是安慰来的朋友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 战转 是什么实验战 好 是战断上实验核实 这是练千战还是练过套路后战 谢谢 陈老师 你好 我是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 战转 战转 就是什么实验战何时 就是战断上实验何时 还是练过圈战 练过圈战 还是没练几千战 啊 战转了 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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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 两种表现 国人 一种叫静中求动法 静中求动法 一种叫动中求静法 暂庄 坐禅等等 它都叫静中求动 看着肢体没有动 但是它的意念 它的呼吸和气感 它都是在动的 叫静中求动 动中求静了 就是你在练套路的时候 为啥让你放松 柔和 缓慢 你不要认为你在练套路 光练外形 那动气功 练套路也是在练气的 就像活步装 必须要这样去体会 那才能赏功夫 而不是光练一个空架子 所以动中求静法和静中求动法 所以这两种方式都是练功局备的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练习 你说那个是练功之前还是练功之后 最好是在练功之前 然后做热身运动 禅师功练习 然后再去赞上十分到二十分的装 这时候你的意念如敬 心态平衡 周身放松 然后也找到了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这个时候在练拳是最好的表现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陈正磊老师精彩的解答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互动会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可以会后和老师继续进行沟通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陈正磊老师 带来精彩的授课 谢谢陈正磊老师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焦座作为太极拳的发源地 持续推进太极拳国际交流 为推进中华武术 走出去做出了积极贡献 那么今天上午的太极拳明家奖 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午三点 何氏太极拳明家和有陆老师 将继续和我们一起在这里 共化太极 我们一起期待